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次这条片我想给点挑战自己 就是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要来个超级大改造挑战 除了大家熟悉的日韩系和欧美妆容之外 近期我发现有一个大热的新美妆趋势 一直都很想去挑战一下 就是泰妆 第一次接触到泰妆是因为韩团Blackpink的Lisa 我很喜欢她的魅力大眼和混血感的妆容 泰妆可以说是融合了亚洲妆容和欧洲妆容的特点 比起日韩妆更加强调轮廓的立体感 但是她又没有欧美妆的妆感那么强 所以特别适合亚洲的女生 泰妆相比日韩妆容没有那么追求白色的皮肤 所以好像我这样 本身皮肤比较黄和黑的女生都绝对可以轻松驾遇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片啦 今天我选了一副灰蓝色的ColorCon 上底妆之前先用橙掉遮瑕膏遮一遮黑眼圈 然后再上底妆 因为今天想展示给大家看看妆前妆后的分别 所以我会先化了半边面 然后我会再用粉底液遮多一次黑眼圈 再用碎粉定妆 随便拿起一盒有啡色的眼影盘 然后用浅啡色的颜色画一个基本的眉形 太妆的眉是会比较强调眉毛天生的毛流感 即是在欧美妆很常见的野生眉 所以我会用眉笔去画一条一条的感觉 为了令眉头的眉毛可以有毛流往上生长的感觉 我会用Hairspray 喷一喷一支眉嫂 然后将眉毛向上梳 每一下都要停留5秒等它定型 最后再用睫毛液去营造一条一条立体分明的感觉 今次我会用Etiu Play Color Eye In The Cafe的一盒眼影盘 先用金色做打底替亮眼皮 再用啡色眼影混染整个眼皮 然后我会再用同一颜色再叠加一次双眼皮皱叠 和眼窩后半部分的位置 令眼睛看下去更加深细 将睫毛夹小和塗睫毛膏 再用眼线加筆去画内眼线 今次我用了单株睫毛 令睫毛看下去更加浓密 我将一排假睫毛剪开一株一株 去黏在自己原生睫毛的缝隙位置 黏完之后效果就是这样 太妆会比较强调眼线的存在感 所以我会用眼线翼去画一条上勾的眼线 接着就到下眼影了 下眼影也是用刚刚的颜色的 下眼线我会用眼影盘最深色的颜色去画 由眼尾开始画到眼珠中间的位置 太妆一般都会画下眼线去加强双眼的深细感 下节目也是展开一株一株去黏 效果自然得利又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眼睛的需要 如果双眼皮不够高可以贴双眼皮贴 眼妆完成之后就到太妆的另一个重点 就是收容了 因为想让轮廓看起来更加立体 创造混血的深细感 今天我要来开箱 Etiu新推出的收容柄 是由Etiu和韩国百万美妆YouTuber Herojin一起合作推出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试试这个新產品是否真的这么厉害 我很贴心它盒里面有一张收容的教学 颜色是有两个的 一深一浅 可以用在不同的位置 它一套是包含这支掃的 它的毛是很柔软和很舒服的 首先用深色在下额线的位置画上阴影 我自己用完它之后 觉得它的颜色非常适合亚洲人用 因为Etiu是韩国牌子 所以在色调设计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会和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完美融合的 而且它的粉质很细致 很容易就可以推得开 不会有一块块或者很夸张的问题 显示度来说它是适中的 所以非常适合伸手用 而支掃因为它的毛比较柔软和比较松 所以上面的感觉很舒服 和上色都可以很柔和 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颜色自然过度的感觉 接着就到拳骨 我会用剪色的颜色去画 在眉头鼻梁的三角形位 鼻梁两侧 鼻翼和鼻头的下方 因为我的鼻比较长 所以我会在中间多画一下 接着在眉心下巴 腮骨和鼻头打高光 腮红我用了南瓜色的霧面腮红 最后就是塗上饱满的唇妆 也是泰妆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自己的嘴唇本身比较薄 所以我画的时候 我会将唇膏的边界向外滑一点 做到口唇的妆效 这次这个泰妆大改造就完成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我有没有挑战成功呢? 黄黑皮的我自己化完之后 都很满意这次这个妆 这次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妆想我挑战一下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条影片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